大家好 今天呢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 还蛮特别的一个小技巧 那我们今天的作品是要做香包 那这香包呢 是符绳香包 符绳香包呢 其实这一款不是设计 而是透过布料 裁剪下来的布块 透过布料 裁剪下来的布块 来运用来制作符绳香包 那我就先采了一块小块的布块下来 我要教各位怎么利用这样的布块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符绳香包 OK 那我们所需要用到材料就是布料一块 图案布料一块 再来是一个背后的背景布 然后一个做酱草蝴蝶 结 中国结 你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是亲自己编的 那你也可以使用一般市面上所贩售的 或者是说自己喜欢的盘长节啊 迷祥节啊 如意节这些都可以 只要有一个吊饰 就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吊饰 那如果你要挂包包也可以选择短板的 有长板跟短板 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调整 那再来是需要一个流书 流书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用到棉花 填充用的棉花 以及 我们所需要用到香粉 就是香包所使用的香粉 那青今天所使用的香粉 是属于自香香铺里面 所要自香所使用的香粉 那自香所使用的香粉呢 有几种 有一种是 它必须要透过点燃焚香的方式 才能闻到香味 那另外这一款呢 它是属于不用焚化 就可以闻到香气的 那这是纯植物粉末 那目前取得的香粉 可以到有在制作香 有制作现香 拜拜用了现香的店铺 才有办法买到 如果你单纯只是批发的店铺 是不会有这种东西 那如果你有成香 或者是说您对张木这个味道 也很喜欢的话 也可以将张木的叶子晒干以后 然后把它打成粉末来使用也行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用的材料 那教各位怎么去制作它 那第一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缝的时候 是要沿这个浅色边 背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等一下我们要以这个深浅 深跟浅的这个浅色边来缝一圈 所以呢 我们需要先把布修剪成圆形 那外放0.5到1公分 这个外放的空间 依各位的习惯 因为有人缝分喜欢留带 有人缝分喜欢留小 无所谓 就是把它裁剪一圈 这块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背后呢 相亲就使用这种是属于比较软性的 那个棉布 所以呢 我把它称上去 为什么使用软性呢 因为如果你是使用这块原布料的 那个布料的时候 它会比较重 那比较厚实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在翻面的时候 容易让它偏差了 好 那我们记得 因为我们等一下 中国节要放在最顶端的位置 所以上面这地方不能缝 入针出针 从侧边开始缝 那如果说 您不太喜欢用手缝 想用裁缝车也行 就是沿着它车缝一圈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裁缝车 会比较快速 然后这个形状是圆形的 所以它会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慢慢车 那缝针不要大 因为缝针太大的时候 就是每一针的间距不要太大 你太大的时候 当你再翻过去之后 很快你就会发现 你的缝线会外占 然后你塞棉花 棉花甚至还会外露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自己要多小心 尽量缝针 不要缝太疏 请缝密一点 然后呢 让它平整 因为你越平整 翻过去的效果会越棒 那这款香包手缝 其实很快速 各位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跟我们平常在做小物一样 它是需要留反口的 好 当我们缝到这里 已经缝满了 这边有一个小反口 那这个时候要回蒸一下 因为你如果不回蒸 有可能等一下我们在翻面的时候 会让我们的缝好的部位走蒸了 所以就是先把它反折 留一个小U一下 然后把多余不要的布修掉 修掉之后呢 反口在这里 反口呢 这一次我发现了这个小帮手 超好用的 好 我们先把它放进去 撑开 然后把下面这个地方内折 然后直接夹着就夹着 那一个 我们刚才内折上去的那一个区块 把它往外夹 那我们现在推里面的布料 把里面的布料推开 这个地方 它是圆弧的 它就很方便使用 进去把它推开 可以很平顺的 就把你想要的东西把它完整的推开 就一眼就能看到浮绳的外貌 好 那这个地方呢 等一下 这地方我们要内折进去 一样是要内折进去 长针缝 所以这个地方稍微把它折进去 先微调 微调是因为我们现在 好 外形出来了 外形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让针回到上面来 我们刚才针是留在里面 好 我们让针上来了 从这地方开始塞棉花 那塞棉花的时候呢 棉花跟香料就要小心了 我们棉花要把它抓松 进去里面再塞 没关系 抓松 然后呢 这夹子 我刚才有说 它真的是很好使用的 小帮手 把它夹着捐起来 夹子拿出来 好 长条方式去塞 超好塞 因为我洞口流很小 因为你洞口流越小的话 你等一下要收缝分 收反口的时候 它会变得比较快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洞口留小 好 棉花塞进去之后啊 我们现在要来使用香料 那香料呢 禁止 非常禁止 直接这样子烧了就放进去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们一定要使用棉花 使用棉花 你把它抓松 抓开都无所谓 然后如果你一次没办法塞太多香料进去 可以分两次三次来放 香料可以是这样子的量 那你可以分两次或三次 或者是说比现在轻 所使用量再增加都行 依照个人喜好 那把棉花放进去之后呢 一样哦 把它卷起来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香料在棉花里面来 看一下 没有外露 这样子的方式 筛棉花可以避免我们的香粉去污染我们的布料 所以很重要 那请各位在加香粉的时候 要千万要特别注意 那因为我们里面已经加了香粉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一块是全部筛棉花里面最困难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来呢 要继续把棉花塞到 让我们的作品这样鼓鼓的 好当我们棉花已经塞完之后 稍微把它捏一捏 让它平整一下 然后看看我们的比例有没有完整 完整之后啊 好 我们现在处理这中国结 做这样找中国结 三公分 留三公分 其余剪掉 剪掉呢 不能单纯这样放着塞进去 因为有时候这个地方会松掉 会造成我们整体的问题 所以呢 建议用打火机稍微烤一下 好 烤一下 把它烤了 让它能够粘合在一起 不能粘合也没关系 因为你这边烤过之后 它比较不会松 我们使用夹子 把它送进去 把它送进去 然后固定着 用手捏着哦 因为这边等一下我们要缝 可是如果你捏着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味 然后用长针缝把帆口收起来 那我们要缝的时候啊 这个中国结的位置 特别的再帮它多留意一下 就是要让它穿透 让针穿透中间这条主线 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我们在佩戴啊 或者是在挂包包的时候 这些吊丝都很有可能会 一个不小心就拉扯了 那你我们透过这种方式的话 它拉扯的问题就会减轻 好 那我们呢 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那就已经完成了主体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是 我们的流书 流书怎么做呢 流书呢 它在制作过程中 它这边会有一个弧度 我现在把流书穿过这一个弧度 好 那我们再挑针 好 挑到那个尾结的地方 然后再这样子把它拉紧 那我们从这里缝进去 在中国结的对等这个位置 缝进去 那因为缝进去 我们还是要缝牢靠一点 因为有小孩子会拉扯 那有时候我们背包包 如果不小心勾到什么东西 都会拉扯到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再来呢 我们现在必须要这样子穿透 好 然后呢 再缝一针回到主体部 因为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流书 跟主体能够很完美的 紧连着在一起 因为这非常的重要 它会影响整体 好 那就是这样子 然后把缝合 然后打结剪线 透过这样的制作方式 我们能够将布料上 原本美丽的图案 来制作出一个 具有个人风格的香包 那在端午节这个时候啊 香包刚好又很应景 尤其是大考的时候 送给考生自制的 祈愿福神香包 不但意义非凡 更具有纪念价值 年轻的教学就到此结束 那喜欢亲频道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一起回来玩手作哦